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孩子脑子出问题了 对对对 自闭症 大家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们清清楚楚 这孩子是参加了某一次一个活动之后 回到家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他是从那个从小八七年生的吧 九二年就查出来这个病了 癫痫小发作 对 我告诉你他每一次癫痫的时候都是被人拖下去的 他拉人家来拖他的时候 是拖他的腿 是拉他的腿 他腿先抽筋 然后人躺下来的 对对就这样的 现在你赶紧给他念 你现在念了多少张小房子了 我给他念了三百多张小房子 我给他许愿念了一千张小房子 至少一千张以上 你能不能叫小家伙也自己念一点 他也自己念 他念了四十张小房子 三十八张了 嗯 他没有问题 他身上有两个灵性 基本上是晚上来的 哦 所以他到了晚上就怪怪的 就自己精神特别好 对 不想睡觉 对对对 整天玩电脑 对 每天晚上都是十二点以后睡觉 你让他睡他就是不睡 因为晚上有精神呀 有灵性在身上呀 白天灵性走了呀 你知道灵性都是晚上来的 因为他们是属阴的 阴的东西都是晚上 听得懂了吗 对 他天天晚上都是这样的 嗯 你 把他房间里有一张画 好像是上面有人 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的 一张画叫他拿掉 这个 这个灵性每天晚上来 就先在画里边 再到他身上的 啊 好 好吗 是有画 就有一幅画 嗯 对 是有一幅画 因为灵性来的时候 一般的是心在画里边 然后接下来进入身体的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我要接下这个画 是不是要念 七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七七七吧 哎 三 七张小房子 嗯 不要 不要小房子 欺骗礼佛 这就可以了 欺骗礼佛 好 谢谢师傅 嗯 你要记住啊 这个小孩子 泌尿系统不好 小便很多 对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几岁啊 他是 虚岁二十八岁 嗯 他现在不大能参加社会工作 对 你这样吧 你是不是曾经给他介绍过女朋友啊 没有介绍过啊 他有没有自己看上过一个 他也没有 有过有过一个缘分 有过一个女的一个缘分 大概两年前吧 嗯 我知道了 是有一个就是他姐姐的一个那个朋友 去我的家里 我每次都是受冤枉 我在广播里经常的 我说有有有一个人 我说他有三次婚姻 他在广播里说 没有 台长没有 根本没有 结果两个礼拜他打电话说 台长对不起 我想起来了 四三次 我自己婚姻都不知道了 现在明白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当时如果你叫他跟那个人谈上了 你儿子就不会这么严重 当时我是这样想 阴阳不调和 我觉得他有病吧 人家孩子很好 不让他跟人家相处 怕害人家 会救他的呀 我那个时候不懂 那个时候会救他的呀 我怕害人家 你那时候认识台长 我告诉你 这小伙子他其他都搞不清楚 一讲到女朋友男女的 你看他笑了 你看看他 你看开心吗 想不想结婚啊 点头呀 点头想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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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命根当中太硬 明白了吗 阴阳调和 有时候对方的气场好 你跟他交朋友 你气场就好 对方经常哭的 你跟他在一起 你就经常就是难过 你会伤心 就是这样的 现在你要叫他念经 他就会好起来 明白了吗 没什么问题的 他每天念经 就是念功课 他念的变数少 都是念的七遍 没关系 你帮他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好 你叫他礼佛能不能念 三遍啊 能念 他就说是过初一十五吧 我让他念十三遍 有时候他念五遍七遍 也有念过十三遍的 我告诉你 你现在给他念了三百张 他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 好 我跟你讲了 小弟啊 你愿意不愿意 跟他台长学佛念经啊 愿意 你现在身上有个人 经常会跟你讲讲话 你愿意不愿意 台长把他 慢慢把他请走啊 愿意 这个人也没有对你特别凶 但是经常让你很烦 是 大家看见了吗 灵性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所以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台长要他嘴巴里讲 只要他嘴巴里讲 台长就不帮他背了 他自己念经念掉 我怎么把这个告诉你们呢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 你给他刚刚不是说了一千张吗 我学一千张够吗 够的 我告诉你 他有一点点才华的 这个孩子啊 我告诉你 他有点才华 他小脑筋特别会动啊 他在你身边动很多小脑筋啊 他就是很聪明 但是他就 而且你跟你老公吵架的话 他都会想办法怎么劝 怎么样怎么样 他都很小脑筋啊 嗯对 就是这样的 好了 好了好了 下来吧 一个了 够了 谢谢阿姨 好了 好好跟妈妈找媳妇去吧 这个呢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 他都放过去